好 來這裡幫我按錄影 OSMO又來了 我是BOSS BOSS的BOSS 今天來看到全新 史上最變態最牛的OSMO 比我的豬頭還大 用這麼大的螢幕爽了唄 爽啊 牛不牛 牛啊 出去的時候咧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五燈夾 你如果願意裝五個燈我不反對 但是 四殼子 不要太over了 會嚇到人的 小朋友看到會哭的 這裡有一個燈齁 這兩個燈的用意是 這個燈呢是主力 當你不夠電的時候 丟過去重新弄電源 副燈咧 拿來救命用力 救命用力 多麼亮 這麼亮 那你如果說 遇到跟人家一大群在拍攝的時候 對不對 你覺得OSMO 小小的跟弟弟一樣大隻 不起眼沒關係 這燈開了 人就讓開了 你懂咩 方便的 好 那再來 我們在這樣的拍攝過程當中 齁 左邊這裡有個收音的 裝個鋪毛 好 兇漢 再來 遮光斗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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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該怎麼形容 這該怎麼形容 總之啊 Apple這個叫做 iPad Pro 三萬多塊 Osmo 兩萬多塊 加這些 哈不拉當的 哇 也要 六七萬塊 這個出門是真的有點土豪了 所以我們取名這個套件叫 Osmo 土豪套件 這樣裝出去 沒有人不知道你有錢 好唄 真的是 真的是 謝謝Tony 帶這個奇怪的東西來 然後 有點高興到 不太會介紹 慈窮了 那總之就是說 當我們出去工作的時候 當我們出去工作的時候 適當的裝備下 通常 可以得到很好的一個作業效果 好 在這邊示範給大家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Osmo的一個 我們以前在拍新郎的Bug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缺點就是要退後 好 不要 大家仔細看 按這個鍵 好 新郎新娘退 好 按一次 按住 按住 它還是跟著新郎新娘 可是你可以這樣走 看著螢幕這樣走 不會穿幫 又不會撞到小朋友 好 那你要恢復正常了 手放掉 好 就回到Follow的模式 Follow的姿態 好 再複習一下 好 再複習一下 先 瞧好你新郎新娘的位置 好 看好 這兩根柱柱就代表新郎跟新娘了 好 那 退 退 新郎新娘進場 按住 我們轉向了 新郎新娘還在我們的螢幕當中 好 記得喔 這個時候要稍微出去一下 免著手部穿幫 好 這個拍攝的技巧在廟會 還有做一些跟隨的時候 都非常的好用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哇 擺著 換你們拿著 擺著 不是他可以擺著 沒有講 對對好 還在錄嗎 好 忘了講一件事情了 它可以擺著 然後進行訪問 好 過來這邊看 你們兩個到這邊看 來 關燈 來這邊看 好 關燈 好 關燈 到我後面來錄好了 好 來到我後面來 把它看一下 看喔 這裡 按一個藍燈 藍的燈 藍的燈亮起來之後 好 我自己跟 好 你這速度可以調得非常的慢 好 來 A點拍這裡 好 拍B點拍這裡 這樣你可以 一台機器 同時做兩人的專訪 好 一台機做兩人的專訪 好 好 你調慢一點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調得極慢 這樣運進起來 就不會太突兀 另外 它有隱藏版的 OSMO 自動轉圈圈 自動雲台的縮時功能 你可以 很 讓它自動這樣子旋轉 縮時攝影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用到電動雲台 它本身就是了 但是 必須經過一些技巧跟講解 它可以自動轉圈圈 進行這個縮時錄影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不用再多帶一個雲台出門 以上這整個setting 還欠了一個東西叫做分音器 可以利用 這個是手機的 這個是 Canon頭的 還有的是 3.5頭的 裝在這上面 再來咧 再裝行動電源裝上去 行動電源分給 行動電源的電力分給燈 行動電源分給平板 那麼 你的工作時間就可以有效的延長 大概注意的是 可以再加行動電源跟那個 電池 那重點是 它可以站在桌上穩穩的 不會 不會倒掉 不會倒掉 好 那另外一個隱藏版的功能呢 看 把燈裝在這裡 逆光 來 把燈裝在這裡 燈移過來的時候咧 我們會發現一點 噴過去 我燈可以這樣子 自己抓 自己做燈 燈的角度 這個動作在做燈的角度 好 為了讓大家看得懂 我們把燈移到這個位置來 讓大家能夠清楚到 為什麼要 增設 這個燈的控制功能 燈角控制功能 燈角的控制功能的重要性就是說 這個在拍的時候 有時候OSOMO的跟隨 並沒有說很很準確 沒有很準確的情況之下 你就必須修正燈的角度 才不會造成拍暗 拍到過暗的問題 年輕人 你們好好珍惜現在 你們的眼睛 好好珍惜你們現在的眼睛 老花了 近的看不到 遠的看不到 我現在這個眼睛咧 好像是 50mm的定焦鏡頭 加上F1.4的大光圈 就那麼一點點的範圍有焦距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